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对各种困境而生发出来的 所以王安民的心学 假如我们从哲学的角度看 会有很多不严谨的地方 甚至矛盾笼统的地方 但是还是很打动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有生命的质感和温度 王安民晚年对于一生的思想历程 有过一个总结 大意是少年时代就立志要做圣人 开始寻找怎么做圣人 兴趣很广泛 去学习军事 还写诗 写文章 还参加了科举 当上了中央政府的官员 但对于如何当圣人 还是很盲然 因为各种说法很多 于是又到佛家和道家那里去找门道 还是有很多疑惑不能解决 也尝试着按照朱熙的说法去革物 从外部事务上去探究终极的真理 但最终还是得不到什么帮助 到后来被贬遮到贵州农场 处在非常艰难的环境里 却发现了新兴的真相 恍然大悟 在用卢家的经典去印证 一下子就觉得自己 找到了一个智慧的大海 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宿 一下子好像霍兰开朗 一下子好像什么都明白了 那么一切的道理 一切的答案 其实就在自己身心上 所以要向内求 不要向外求 要向内求不要向外求 这是王二明在传习录里面 翻来覆去讲的一个意思 假如我们不把王二明的意思弄清楚 这句话会成为一句很鸡汤的话 甚至会成为一句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的话 也会带来很多困惑 比如说假如我饿了 去找食物吃 算不算向外求呢 假如饿了也只能向内求 怎么求呢 挺困惑的 所以向内求不要向外求 不是一句随意滥用的话 有它特定的含义 王二明讲不要向外求 要向内求 有一个关键的关键 就是心就是礼 心即礼 我们向内求求什么呢 求那个礼 天礼 后来王二明用智良知 来表达这个意思 更加贴切 所谓相内求 回到内心 倾听内心的力量 在王二明的表达里呢 指的是我们做一个人 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好好活着 要想把事情做好 首先应该找到自己的种植 这个种植呢 就在我们内心 为什么在我们内心呢 因为天礼就在我们内心 所谓天礼 就是自然法则 就是人的本性 王二明把它叫做良知 良知这个词呢 来自孟子的良知良人 大概的意思是 只要你是人 你心中就浅尝着 对于自然法则的认知 就有知道事物的能力 王二明在孟子的基础上呢 把良知作为一种 人所具有的普遍浅能 只要是人 他本性中就具有分辨 是非的能力 就有判断的能力等等 只是我们一般人 因为各种欲望 而把这种浅人遗忘了 很明显的在这个表述中 王二明所讲的心 和卢家 佛家 道家 讲的心是一样的 都不是我们一般人 理解的心理的心 而是一种包含了 物质和精神 包含了心理和身体 但是呢 又超越了物质和精神 超越了心理和身体的 一种本源性的动力 有时候呢 我们很勉强地用直觉 来形容心的作用 直觉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经验 当我们说要相信直觉 当我们说要相信直觉 某种意义上 就是要相信自己的心 归纳起来呢 王二明讲的向内求 不要向外求 包含了五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个层面呢 是本体层面的 王二明在写给顾东桥的一封信里 说得非常明白 王二明说呢 朱熙所谓的格物 就是指在事物中穷旧事物的天理 寄物穷理 是从各种事物中去寻求原本的天理 这是呢 用我的心到各种事物中去求理 这样一来呢 就把心和天理分而为二了 在事物中求理 就好像在父母那里求孝顺的理 在父母那里求孝顺的理 那么孝顺的这种天理 究竟是在我的心中呢 还是在父母身上呢 假如真的在父母身上 那么父母去世之后 孝顺的这个天理 在我心中不就消失了 看见那个孩子落在井里面 就有那种彻影之心 这个彻影之心就是个天理 那这个理到底是在孩子的身上 孩子是在我内心的良知上的 或许不能跟着孩子跳入井中 或许可以伸手来援救 这都是所说的理 这个理到底是在孩子身上的 还是我内心的良知呢 那么从这些例子里可以看出 各种事物的理都是这样 这就明白了 为什么把心和理一分为二是错误的 那么这个是王二明在给顾东桥的信里面的一段话 那这段话可以看出呢 王二明和朱熹有一个分歧 这个分歧点在哪里呢 王二明就认为像孝顺啊 测影之心啊 都是我们内心原本具有的东西 而不是从外在事物上深发的 那么第二个意思呢 是学习层面的 既然心就是理 既然良知是我们已有的 一直在那里的东西 那么在王二明看来 我们首先应该在自己的内心下功夫 找到天理 找到良知 然后呢 再去学习什么 就能够真正学到东西 所以呢 王二明会说 专注在涵养内心上用功 每天能够发现自己的不足 专注在知识见闻上用功 每天都会觉得自己懂得越来越多 每天能看见自己有所不足的 就能懂得越来越多 每天觉得自己懂得越来越多的人 就会越来越有所不足 这句话在今天 在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 对我们真的是一种警醒 我们每天都在看各种乱七八糟的信息啊 小视频啊 还有无处不在的广告信息 好像知道很多东西 但是呢 在这个知道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浏览的过程当中 好像人越来越萎靡不正了 那么这是王二明讲的第二个意思 第三个意思呢 是方法成练的 就是心里面有我们的本性 本性只有一个 不管是什么人 都有这样的本性 而只要回到了这个本性 就是圣人 圣人其实就是回到本性的人 所以呢 圣人就在我们自己心中 只要我们让本性显现 圣人就出现了 那么怎么样让本性显现呢 王安民的学生 陆成有一段话讲的就是方法 陆成说呢 假如知道至善就是我们的本性 天性都在我们的心中 那我们的心就是至善存留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不会像从前那样 急着向外求去 心智也就安定了 心智安定了 就不会再受到干扰 就安静了 安静了 而不妄动 就是安宁 安宁了 就能专心致志 在至善处 第三个意思呢 是在作用层面 王安民认为呢 就找到了内心的良知 人的潜能 几乎可以无限的发挥出来 糊涂的人 如果能随时 随悟 醒叉人心中的天理 发现本有的良知 那么再愚笨 也会变得聪明 再柔弱 也会变得刚强 最终呢 就能够确立起 最根本的本体 走在最终极的道路上 第五个意思呢 是在运用层面的 就是在任何时候呢 不要去管别人 而是专心做自己的事 王安民几次举到一个例子 就是顺的弟弟叫相 相这个人的屡次 想害死大顺 但是呢 顺还是照样很疼爱他的弟弟 王安民说呢 顺之所以能感化相的傲慢 最主要就是顺 不去看相的不是 假如顺坚决要去纠正 相的坚恶 只会看到相的不是 而相又是一个很傲慢的人 肯定不会认错 顺又稀能感化他呢 假如从这五个层面 去理解王安民的向内求 去理解他那句 我自己就有圣人的本性 何必向外求 就会明白 王安民讲的意思 到底是什么 那明白了王安民的意思呢 回到前面那个 恶乐的例子 以及上一节课 讲到的财富的例子 我们也许能够 误导一些微妙的东西 按照王安民的逻辑呢 一方面饥饿 以及对于财富的欲望 都不是外在的 而是从我们内心深发的 我们应该先回到内心 去观察这种饥饿感和欲望 另一方面呢 假如我们对于饮食 没有一个健康的认知 对于金钱 没有一个理性的认知 而只是跟着贪欲去吃 跟着欲望去赚钱 那么带来的一定是麻烦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呢 任何事情 首先都应该求助于自己的内心 才能平平安安的度过一生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呢 我会和大家分享 其实人人都是天才嘛 人世间呢 充满着各种邪恶 愿我们多能够唤醒 我们内心平静的力量 平平安安度过这一生